嘿!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要來介紹我在二月份讀的書 總共有八本書今天要來介紹給你們 好!今天要來介紹的第一本小說呢叫做《夜陰》喔 那這本是一個歷史小說發生在二戰時期 那主人翁就是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節節為安 面對二次大戰時的來臨 她覺得喔!我自己終歸終局的 就做好自己的事情 那我不要惹是生非 那就可以平安度過的戰爭 那妹妹伊莉莎白就不一樣 她是覺得面對戰爭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不要就只是在家然後做一些女工 然後假裝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她們兩個姐妹之間有很大的爭吵 也包括她們兩個姐妹跟她們爸爸之間 因為爸爸從一戰回來就變得很沉默寡言 基本上就把她們兩姐妹拋棄喔 再加上她們的媽媽就已經離世了 所以這整個家庭是分崩離析的 那書裡面還有提到她們兩姐妹各自的一段愛 最後愛上了一個德國軍官喔 真的很像我很喜歡的一部法國電影叫做 陳靜如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真的很感人喔 妹妹伊莉莎白是參加夜音計畫的時候認識的 也是反抗軍之役的叫做賈約丹 她們之後的那愛情真的是 最後真的讓我痛哭流涕喔 中間有一段伊莉莎白跟她爸爸那一段對話喔 我整個看完之後 我是爬到床上然後蓋起被子來 然後沒有辦法再讀下去 然後哭到睡著了 真的很感動 所以很推薦給大家 接下來介紹的第二本書呢 叫做《碧里諾斯山的城堡》 這一本書呢是在講在旅館相遇的前男女朋友 她們現在都已經來到了中年 然後都各自有了家庭 後來她們是在樹林裡面然後散步 然後開始回憶以前的事情的時候 遇到了她們年輕時候不小心撞到 卻又突然消失不見的那個老婦人家 她們都嚇到 後來回到旅館她們各自交換了電子郵件 所以其實這整篇故事就是她們的電子郵件的形式 是書信提示的一本書 然後她們在電子郵件當中 開始鼓起勇氣探討 當初她們在年輕時候發生那一件詭異的事 我自己個人覺得她可能是 在面對一個唯物主義的男朋友 還有相信宇宙啊 靈性力量的女朋友之間的那一種 叫戰守則 所以非常非常推薦 《碧里諾斯山的城堡》喔 接下來我要推薦的第三本書 叫做《分手去旅行》 我當初放在我的代讀書單 但好像是因為一個韓劇叫做 《天氣好的話我會去找你》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那部韓劇 真的超推超推的 本書就是在講她為了要逃避人 她的小男朋友的那一場婚禮喔 然後就出發一個人的旅行 所以我有看國外網友的評論說 她就是那一同志版的 一陪樂 可以感受到男主角的心思很細膩喔 我很喜歡有一句話是描述男主角的 說她接吻時我該如何說明呢 像熱戀中的人 像她霍處去了 像她剛學外語 只會用現在事 只會用第二人稱 只有現在 只有眼前的你啊 然後最後 讀到這一本書的後面的時候 我也滴了幾滴眼淚這樣 就覺得真的是很完滿的一個小說 所以也很推薦給大家 接下來來介紹這一本小說的 《午夜圖書館》 我真的超喜歡超喜歡這一本書了 這一本書是在講女主角呢 她每一天就活得郁郁寡歡 她不知道她人生到底要幹嘛 人生意義是什麼 然後呢她每一天都活在她 年輕時候曾經做過那些後悔的事情當中 世界上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所以她就嘗試去自殺 自殺之後她就 來到了一間午夜圖書館 然後圖書館的每一本書 都代表著平行時空的另外一個版本的她 然後她就盡情的去體驗另外一個版本的生活 其實就是在講不同的決定而累積而成的 人生最後意義是什麼 她其實就是在探討這一些東西 如果你也是很喜歡 《靈魂急轉彎》那部動畫片的話 我很推薦 我想你一定也會很喜歡《午夜圖書館》 讀完這一本書我真的覺得 Michelle Obama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女性 她就是從小就生長在一個工人階級社區 這樣子長大 然後不斷的往生會頂層攀爬這樣 後來就遇到了歐巴馬 歐巴馬其實某一方面 真的他們彼此也互相的改變很多 然後也彼此互相成長 這撰寫得非常有趣喔 然後她中間有談到她跟家人 跟爸爸之間那的關係 我這整個痛哭 那真的是很感人很感人 所以很推薦這一個很理智的一個傳記這樣 來介紹的這一本書是一個英文小說 叫做《On Earth, We're Briefly Gorgeous》 是一個非常非常美麗的書 那台灣在3月5號會有中文版上市 叫做《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 如果你可以的話 拜託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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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直接去買約溫度 真的是 因為這個作者本身就是一個詩人喔 所以整段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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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一百萬次的美麗 因為作者他本身是一個樂意的美國人這樣 然後他就是以書信的形式呢 寫信一個不認識字的媽媽 你就可以知道樂戰對於他的外婆 還有他媽媽還有他自己 戰爭中怎樣影響到三代 然後而且他在每一小段之後就會 給你一個重重的一擊 他媽媽的英文名字叫做Rose 然後他媽媽再有一段 然後就突然醒來 然後就問作者說 他說 Where am I? Where is this? 我在哪裡? 然後他回答 Only when I utter the word do I realize that Rose is also the past tense of rise that in calling your name I am also telling you to get up You are Rose Ma You have risen 真的是 他就是這樣用文字 然後刺穿到你的靈魂 總之超推超推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一本書呢 叫做在咖啡冷掉之前 他其實就是在講 你進去咖啡廳 然後呢在咖啡冷掉之前呢 然後你可以回到過去 但是你回到那過去有種種限制 比如說 你只能回到 他也曾經踏到這個咖啡廳的 某一段時間這樣子 反正 我最有感的是在講夫婦那一段 他們可能彼此沒有明說 但是都非常的相愛 然後那個丈夫有阿姿還莫贈 那個這 好吧我承認我有痛哭 就是在夫婦那一段 其他我也紅了眼眶 就是 就是又在講我二月整個好像 就莫名其妙都讀了很多 有關於 人生阿 後悔阿 然後要怎麼樣改變 然後 又要怎樣正視我們現在自己 正在活在當下那個人生 所以 很推薦這一本書 接下來最後一本書 是楊定一博士的轉列點 這是在2020年出版的喔 之前如果有看過我之前的影片的話 就應該知道楊定一博士的人 我有介紹他的 《為氏》還有《真元一》這兩本書 那 在2020年出版就知道 這轉列點指的大概是什麼事喔 其實我在讀 它裡面有很多跟 《為氏》還有《真元一》這兩本書 重複的一些概念 可是 在讀這本書的時候阿 我覺得 有好幾個篇幅 可以比之前的我 還要更能夠理解 感覺自己是不是 成長了一點點 可以更感同身受 然後 我其實是在講 應該是第 恩 對 第31篇吧 《活著的負擔》 我覺得 重複畫迹 因為 其實在2020年的時候 我的朋友跟我講到 他覺得我變得很 沉默寡言 就是 我其實漸漸也沒有在用 什麼社群軟體了 然後 我也漸漸 比較不太會去分享 我生活中的大小 是他說 那個時候 人在心境上的轉變 就覺得 其實沒有太多的所謂 然後你就會開始變得很沉 點是曾經那個頻道 也有在介紹 楊定一博士這一本書 所以你們直接去看那個 頻道上面的影片就好 他比我厲害多了 以上呢 就是我在二月份 推薦給你們的八本書啦 那如果你們也覺得有一些書 真的讀完之後呢 跟我的想法也一樣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今天就先這樣囉 安置世 這樣囉